这是1945年东京大轰炸的真实场景 50多万小日子被烧成焦炭 100多万小日子无家可归 30%的房屋全都坍塌 凄厉的惨叫声响彻天地 让人听了就神清气爽 那么这场被称为里梅烧烤的东京大轰炸活动 究竟是怎样的呢 大家可能不知道 日本不仅经历过人类有史以来 轰炸力度最大的广岛长期轰炸 第二大规模的东京大轰炸也发生在日本 东京大轰炸的总指挥官是 美国自认最出色的空军指挥官李梅 作为空军指挥 李梅生性好战 在欧洲战场上发明了轰炸方法 不仅能够提高轰炸成功率 并且能够将避免军事法庭的审判 所以在接到轰炸小日子命令之后 李梅非常的重视 足足用了一个月来思考 如何最大程度提高对小日子的轰炸伤亡率 首先就是对于飞行员的训练 为了让飞行员提高士气 李梅亲自给飞行员进行魔鬼训练 并且李梅还根据日本的地形和生活习惯 特地定制了轰炸方式 一开始李梅是打算用爆炸弹来轰炸的 但这样的话肯定会有漏网之余 所以李梅在了解到小日子居住的房屋 都是木具的时候 李梅马上改变主意 直接采用燃烧弹 这样的话 轰炸范围内的小日子就算不被炸死 也会被烧死 就这样 李梅制定了火烧日本的计划 虽然这个计划在当时被很多人称之为残忍 但在李梅看来是非常有必要的 小日子这种生物就得给一些重大打击 才能够彻底长记性 7月29日 532架轰炸机排成长队整体起飞 每一架都是超过30米的大型飞机 每架飞机上都携带了超过8吨的弹药 能够将日本整个移为平地 不仅如此 为了保证轰炸任务顺利进行 李梅还派出了几十架野马战斗机 为轰炸机保驾护航 以保证轰炸任务完美执行 当天夜里 野马战机率先起飞 为后方的轰炸机引路 小日子察觉到有嫡袭的事后 迅速派出战机进行阻拦 但终究无济于事 野马战机轻松将小日子的飞机击溃 为了活命众多小日子迫于无奈开始跳伞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接下来迎接他的热情究竟有多火热 随着李梅一声令下 数万吨燃烧弹全都倾斜到东京 剧烈的火光将还昏暗的天色直接照明 尚在睡梦中的小日子几乎没有反过来 就被烧成了一块焦炭 凄厉的惨叫声响彻天静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这个视频绝对让你看了神清气爽 五十多万小日子被烧成焦炭 数百万小日子无价可归 百分之三十的房屋都被烧成灰烬 剩下的也摇摇欲坠 动不动就要砸死人 这就是1945年被称为 李梅烧烤的东京大轰炸的真实影像 那么小日子当时究竟有多惨呢 睡梦中的小日子绝对想不到 竟然有人那么清闲 会拉着数万吨的炸药去轰炸他们 燃烧弹清醒而下 像是不要钱一样 直直地朝着东京地面上扔去 凄厉的惨叫声和炸弹的爆炸声掺和在一起 就像是鞭炮声 听起来格外的悦耳 许多小日子在睡梦中就被无知无觉地夺取了生命 这已经是比较好的待遇了 要是一下没被炸死那就要面临无尽的火焰 木制的房屋迅速被燃烧 地表温度最高的时候能达到1000度 直接将人烧化 有当时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回忆的 因为当时地表温度太太高了 飞机上都非常的灼热 所以他们不得不飞得更高 但令他们很尴尬的是 肉被烧焦熟的味道不断地往上传 让许多一大早起来执行任务没吃早饭的美军飞行员感到更加饥饿了 地面上的小日子可顾不上纹肉香了 一个个如过街老鼠一般慌忙逃窜 有些小日子看见河水的时候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救星 所以不带半点犹豫的就跳了下去 谁料这下才是将给他们送上了绝路 河水早已经被烧到了沸腾 身上到处都是伤的小日子 跳进水里就被迅速煮熟 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 整个东京都变成了讹人间炼狱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东京大轰炸刚刚过去30个小时 李梅就又派出了轰炸机朝着日本的名古屋飞过去 这里是小日子当时最重要的飞机制造和生产基地 所以也是重点打击的范围 但要倾斜了三个小时 整个大阪都成为了一片焦土 小日子最大的两个城市都消失了 这场轰炸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呢 也及时让小日子花费了一个多月 才将尸体给清理干净吧 许多尸体都已经被烧成灰 但幸运留下来的依旧堆积如山 哀嚎声响彻上空 从上空中看去 东京和大阪到处都是弹坑 格外的触目惊心 不仅如此 李梅考虑的还非常周到 距离第一次轰炸过去了两个月的时候 再次派遣出了轰炸机队 东京进行轰炸 在李梅的心中 斩草就要除根 第一次肯定不能将所有的小日子全都炸死 两个月的时间足够他们恢复元气了 所以再来一次惊喜再合适不过了 那么这次的小日子会怎样呢 这是1945年东京大轰炸的真实影响 因为太过残忍血腥 所以被禁播多年 前段时间在网上曝光后 引来一众叫好声 50多万小日子被烧成焦炭 100多万小日子无家可归 30%的房屋全都坍塌 凄厉大的惨叫声响彻天地 让人听了就神清气爽 在当时的小日子心里 李梅绝对是阎王爷 刚刚才轰炸完就又派出了轰炸机 准备将他们赶尽杀绝 连元气都没有恢复的小日子 就又被火烤了 上次顽强残留下来的小日子 这下连求救的能力都没有 不断在耳边爆炸的炸弹 迅速燃烧的房屋 连绵不断的弹坑 许多小日子没多久就成为了熟肉 李梅连续不断地派遣出 3万多架轰炸机对小日子进行轰炸 50多万小日子成为探考小熟人 日本的制造业也被毁于一半 经济也因此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民众的心里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当时许多人为了活命躲进了地铁站 狭小的地铁站内涌进了大量的民众 这些人为了活命不择手段 对周围人大打出手 拼命地想要保住自己的地盘 排泄物和烧焦的味道混合在一起 险些将人熏死 但没有人敢出去看一眼 这个一直以侵略其他民族 当成乐趣的禽兽国家 第一次感受到了折磨 后来这群活下来的小日子 对自己的同胞也没有了信任感 时刻觉得有人想要来杀死自己 当然 美军之所以如此大规模的轰炸小日子 也是有原因的 首先就是日军偷袭珍珠港 不仅将美军80%的海军 全都一网打舰 就连停放在珍珠港的美军军舰 全都被摧毁 不仅如此 小日子还将驻扎在菲律宾的 8万多美军给俘虏 不虐待俘虏是世界上 所有国家的共同认知 但小日子就是不做人 要求这群美军俘虏 全都不行到 100多公里外的奥德内尔集中营 还不给他们吃喝 在小日子眼里 俘虏就是他们可以随意虐杀的对象 看谁不顺眼就一刀劈死 更离谱的是 小日子要求美军俘虏 必须用日理对话 要是回答错了或者满了 就会直接被击杀 小日子在折磨人上非常有一套 不仅不会给美军俘虏吃喝 就连在行进过程中 俘虏也不能喝路边的水 也会被随时枪毙 一周多的时间内 他们就虐杀了 1万多的美军士兵 剩下的美军士兵 也都被他们虐待致死 小日子的行为 自然惹怒了老美 势必要为自己国家报仇 专门为他们制定了这个轰炸任务 甚至为了能够最大限度轰炸小日子 美军轰炸机在起飞的时候 将轰炸机上 所有能拆协掉的东西拆掉 只为了能够尽量多的 携带炸药和燃油 对于小日子的惨状 我们也只能说活该 那么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踊跃留言哦